今日是2022年8月5号 我们了解到安居又过一日了 今日最后八天了 整个八正道 我们来学习 学习宇宙浩瀚如此的宽大 就像我们人体里面 它如此的深广不可思议 我们也愿意透过不断的学习 从学习中能够进一步的 能够找回智慧 这个智慧在我们自身里面 就是要让我们慢慢的 从生命的启航当中 带来更多的亲近了 所以我们看到整个大海里面 所诠释的如此的圆满宽大 所以佛法就是要 让我们学习宽大的心量 我们放大放诸以四海 都是在每一个当下 能够成就 所以没有过去没有未来 就在现在当中才能够将阿弥陀佛 进入到我们每一个家人的世界 也看到虚空如此的圆满 如此的宽 非常的殊胜 那我们今日会在这个地方 重新汇集在一起 就是要了解到 因为佛法东传了 而且在这个时间 有更多更多的效法 佛的精神 就是一定要有一个 真正的亲近的团队 那这个团队是来自已呢 现在由台东太玛里地到曙光 东方也是代表春 就是发迹 甚深不喜了 所以我们现在全部呢 以甚深不喜 再次的能够创造 创造人类的奇迹 所以我们感恩今日会在 台湾 在台东太玛里 这个临近的 已经让所有的人们 更加了解的宽广的一个地方 这个宽广式代表 代表我们人人本剧组的 这个剧组是来自于我们 只要愿意呢 打开我们的心 打开我们的心 就像这个太平洋的宽大 那现在这个时间 我们也是二死灵灾 也就是透过呢 日中一死 让我们学习如何呢 感恩 感恩这个五谷丰收 让我们能够在 吃饭当中 都能够感恩佛恩 在每个当下都感恩佛恩 我们透过所有的 亲近的这些 其中地址 这边是属于比丘尼 希望我们所有的出家众 尤其是我们都好好的照着 一教奉行 将八经法 将所有佛 遗留的 告诉我们的 我们效法 爱道比丘尼 谢谢 如此的亲近 让我们学习 能够从佛法当中 找回本性本性 我们更感恩就是因为安安 特别请求 为所有的比丘尼 请求 所以我们今日能够出家 所以今日这个八正道 也就是要用感恩的心 让我们真正的 能够了解到呢 不管是 人事物 其实都是要以亲近 更加要用心的 每一个当下 所以我们只要当下 都是真的 当下就是一句 阿弥陀佛 就是真的 所以不要往过去 也不要往未来 也不要在现在当中计较 真正的一句阿弥陀佛 才能够走出 这个世界了 感恩 看到呢 绿岛 看到整个海洋 是这么临近 也希望 所有的人类呢 只要透过白经法 从大脑 从CHO大脑 神经元当中 去创造实下 一定要从阿弥陀佛 只要我们了解到 世间 幻象 体验 经验 创造 死相世界了 回到西方 极乐佛国